大家好 今天是这个星期我录最后一集视频 明天呢 6月9号 我就要离开去度假 然后6月16号才回来 所以今后这一个星期呢 就没办法跟大家见面 今天想说个什么话题呢 就是6月7号 金融时报登了一篇文章 叫做一帜千金的海航是谁的 我觉得这篇文章是值得解读一下 然后谈谈我的感想 也是再做一下发挥 金融时报的这篇报道 严格的说 他不是一篇调查报道 因为他调查所得的内容 确实很有限 不多 他主要是梳理了一下 海航 就是海南航空的历史 他的发展轨迹 由于现在有郭文贵爆料这个事情了 所以海南航空 与王岐山之间的关系 与王岐山家庭之间的关系 也就成了很多媒体观众的焦点 但是这篇文章 其实没有太多的内容 涉及到王岐山 他主要就是提出了 王岐山和海航的 一个关联点 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 王岐山创立了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 海航的创始人 陈峰 就曾经在这个农村信托投资公司里 在王岐山的手下工作 他们那个时候建立起了联系 八九之后 陈峰 和这个农村信托投资公司里的 一批人 就到海南去打天下 那我想这个文章指的应该是九十年代初的那股下海潮 他们去创立了海南航空 然后海南航空一步步发展壮大 那么这当中 他是否和王岐山在官场的一步步升迁是相关联的呢 或者说海南航空是不是得到了王岐山特殊的关照 其实这篇文章并没有提到 他就更没有提供详细的资料 说王岐山及其家人和海南航空有什么具体上的利益往来 所以这篇文章呢 他所说的事呢 只能说是梳理了海南航空的成长历史 也谈到了海南航空的经营方式 对他的股权结构做了个很粗略的说明 大体上就说了这么几件事情 所以如果我们把金融时报的这篇报道 对比2012年10月份纽约时报起底温家宝家人的那一篇总理家人的秘密财富 两篇文章相对比的话 从内容的详实程度来讲是远远不能同事而语的 纽约时报那篇文章他甚至详细估算了温家宝的母亲 杨志云 所持有的平安保险的股份在2007年就达到了1.2亿美元的价值 同时纽约时报那篇文章也对温家宝的夫人张培丽 儿子温云松的生意有很详细的叙述 前因后果发展阶段是怎么样 也提供了很具体的数字 而金融时报的这篇报道的扎实程度呢就不能和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相比了 但是我觉得这篇文章还是有意义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金融时报的这篇文章 他是在 王岐山在海外被不断爆料和受到围观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 那西方主流媒体 他开始想顺着这条线索 做更多的发掘 这件事本身是件好事 也就是说 在围观者日众爆料时间又拖长的情况下 那么很多人呢从一开始的好奇加入围观 那么进而就提出了更多问题 他也希望看到更多确凿的证据 那么西方主流媒体加入进来 尝试按照传统严肃媒体的标准做一些调查发掘 第一他能够给吃瓜群众提供一个第三方的参考 第二就是吃瓜群众们从爆料者本人那里 他没有得到太满意的详细的证据 那也许从别的媒体那里可以看到一些 那么这些有悠久历史和比较高的公信力的 西方主流媒体的加入 我想也会给中共那边施加大一些的压力 所以我觉得金融时报这篇文章 虽然它内容上差强人意 但是作为一个开头一个努力的方向 那还是值得赞许的 就说中纪委反腐啊 他都是在监督人家对吧 那请问谁来监督他呢 那在中国那个制度环境没有人扮演这样的角色 那西方媒体加入围观 去讨论王岐山和海航之间的关系 也许就能分担一点监督者的角色 那这就提出另外一个问题 那舆论关注又怎么样呢 是不是哪怕海外媒体去报他的光又怎么样呢 因为中共好像一直对海外舆论都是不管不顾 就是一副我行我素 刀枪不入油盐不尽的样子 像这个温家宝的家人确实在2012年也被暴露出来有若干经济问题 不过这几年反腐不是也没有动到他们家的吗 所以这个舆论聚焦会有用吗 我觉得呢还是有用的 只不过他发生作用的这个时间长短不一定和大家预期的一样 大家都希望他马上就能发挥作用 昨天爆料今天就产生个结果 他经常不是这样方式来运作的 同时呢他起的作用呢也可能没有一些人希望的那么大 同时呢他起作用的方式可能也不是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 像彭博社对习近平家人海外经济活动的报道 导致了习近平要求他的家人火速处理掉这些财产 纽约时报对温家宝家人的曝光使得温家宝也需要坚定的站在支持反腐的立场上 以表达他自己的信念是坚定的 他是不受腐蚀的 同时纽约时报对温家宝的这种打击 我认为很可能是削弱了他的决策层的话语权 使他对他以后的这个重要人事安排的影响力 削弱了 什么叫做受打击 他的影响力被削弱了 这个话说起来好像很抽象是不是 那咱们就脑补这么一个场景 其实就是瞎编构想出来的 比如说在一个高层讨论场合 那别的常委就出来说 最近西方媒体上有对温家宝同志和温家宝同志家人的磨黑 当然温家宝同志是清廉的 是严格管束自己家人 我们都知道有目共睹的 所以这肯定是谣言 那这不仅仅是对温家宝同志个人的攻击 同时也是对我们党的攻击 是想打击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 所以对这些谣言我们统统是不信的 我们肯定会坚定的支持温家宝同志反击谣言 好接下来呢 他在提出一个人事安排上的建议 请问你温家宝还能应得起来提反对意见吗 我这就是随便瞎想的一个场景了 所以说呢这个海外舆论对中国的政治环境 它是能发挥一定影响 但是具体的结果是什么样 得观察 而且他一段时间内短期内的影响 和长期的影响很可能也有比较大的差距 在中共十八大之前出现的这股爆料潮 五年之前 有彭博社针对习近平家族的 有纽约时报针对温家宝家族的 还有通过各种其他媒体渠道 所放的风 当时自媒体呢 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那会儿的自媒体主要就是微博这种形式 视频直播这种方式还没有兴起 而且这个自媒体它所制造的轰动效应 互动效应 短时间内聚集大量围观的效应呢 也没有今天这么大 所以当时的爆料主要还是通过传统媒体的渠道 那么这些舆论 影响了 一是造成中共人事安排上 受到一些波及 第二 我想呢 它是对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 激化 起到了促进作用 所以对于习近平上台以后 专注于推行这个反腐运动 通过反腐运动 打倒政敌 很可能 就是它上任之前的这些爆料制造的压力 对它的这个思路的形成 起到了很直接的影响作用 但是这几年我们还经历了另一个过程 就是民权进一步被压制 公民社会的土壤 更加彻底的被破坏 人们的言论尺度变得越来越窄 这个人们更加生活在恐惧的阴影当中 那这可以看作是中共在外部压力之下 所做出的一种反应 它这种反应是不是显示受了刺激以后 它变得更强大了呢 恐怕是相反 它变得更弱了 它需要以更加凶悍的姿态来显示自己的力量 我们现在还处在这个历史阶段当中 在过程中这个过程有多长 我们确实不知道 也许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 就会发生一个本质的改变吧 不过总的来说呢 我有一个信念 就是你 想让历史朝正面的方向变化 需要的是真相 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发生了 但是呢 旁人没办法检验和认可嘛 所以呢能够推动历史向正面方向变化的 是 那种能够被检验的真相 能够被检验的真相才能够被后人所认可 它才能成为历史记忆的一部分 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我多次讲这个证据的客观性 越是客观直接的证据 越是不可磨灭的 那么当事人呢 就是跟这个证据相关的当事人 他就要想这个事了 就是说我干了一个事情 他一直被记录在那 那你磨灭不了 我该怎么办呢 你不可磨灭 那么他这个压力就是持续性的了 我就有必要做出反应了 我不是说混一段时间 风头过去我没事了 对吧 我就有必要 要针对这个证据 做出一个回应 举个例子来说吧 我跟您借了钱 但是你家里失火了 这个借据被烧掉了 然后我就赖账不还 反正你空口无凭 所以你怎么闹 我可以不理你 你在我家门口天天堵着 拿着这个大高音喇叭喊 我也可以不管你 然后呢你就想了一个折 你把左邻右舍 都一起叫过来围观 而且还发动左邻右舍 一起批判我 说我以前就品行不端 就有 赖账不还的历史 因为人一多嘛 而且呢都是指责 同一件事情 那我压力就大了 但是呢你还是空口无凭 对不对 我会难受几天 那我就咬咬牙 我还是不理你 等你这股劲头过了 然后左邻右舍散了 那我这个事呢 我就算挺过去了 再然后呢你去找银行 要到了我的银行对账单 显示某年某月某日 我存了一笔钱进去 而这个日子 正好是他账上也有记录的 借给我钱的日子 而且数额也是吻合的 好 这就是客观的物证了 那我就有压力了 对吧 因为你这个东西是不可磨灭的嘛 我就有必要做出反应了 但毕竟你还是一个间接的物证 但是我也有压力 我这个难度就变得很大了 我得去另外编一套证据出来 说这个钱 虽然这个日期和数额和你账上的 是吻合的 但是呢 那是我从别处来的收入 不是借你的 之所以 日期和数额相吻合 那正好是一个巧合 那我可能就需要贿赂别人 让别人也做假账 等等 总之 我要赖掉这个事情的难度 就变大了 但是呢 在客观的证据面前 我需要做出回应了 好 最后你找到了一家餐厅 这家餐厅是我们俩一起商谈借钱这个事情的餐厅 在这餐厅里面做的 有监控录像 你找出了监控录像 正好有拍下我写借据的画面 正好呢 这个监控录像还很清楚 画面上还看得清楚 借据上的几个字 好 这个东西一拿出来 那我想赖就赖不掉了 那我就必须就要做出一个反应 我就必须要做出一个 你是否认可这种证据的 这样一个态度 那么它是很客观的 所有人都认可 你要不认可也没办法了 所以我们说18大以前海外媒体上的爆料 以他当时的那种详实的程度 老实说呢 有很多这个详实程度也是 值得推敲的 但是他已经能够对中共 其后的政治进程产生影响了 直接或间接的 那么我相信当如果有更加客观 和直观的证据出现以后 会对这个体制产生更大的冲击 也许内外矛盾相叠加 就能够促使中国发生一个本质改变 就能带来这样的效果 但是 讲但是 就是 危机处理 进入实质阶段 进入有证据的阶段以后 我觉得这事呢 不能完全交给中共去做 不能让他们自己内部去消化 如果是在西方啊 有人想透露当权者腐败的内幕 有真想推动这个社会进步的想法 有急于公义之心 他会怎么做呢 当然了这有一个文化背景的差异 就是西方人在处理这种事情的时候啊 他有自己的一套经验 他也有比较明确的指导观念该怎么做 他们会 一开始就想到要用客观详实的证据来说服公众 来吸纳公众的参与 如果是在西方呢 我想当事人可能会选择这样的做法 就是他会去邀请 媒体 社会活动家 学者等等 这样一批有公信力的机构和个人 发起组成一个真相委员会 他把他所掌握的材料交给这个真相委员会 由这个真相委员会去验证 而这个委员会的运作和这个掌握材料的人是相脱离的 最后再以真相委员会的名义 把这个验证的结果向公众宣布 当然这个真相委员会的活动 它也是对公众透明的 也是具有开放性 它可以吸纳更多有不同背景的人进来 我想呢 他不会是说采取这种做法 就是仅仅把材料掌握在我的手里 我来向腐败的当权者叫板 实质的交锋只发生在我们两者之间 其实这个过程对别人来讲也是不透明的 其他人可以参与讨论可以围观很热烈 但其实都是吃瓜群众在围观 那么这两种方式 哪一种更加适合锻炼公众理性呢 更能够促进社会的健康进步 同时给腐败的当权者带来更加实质的压力 从而也带来更加有实质改变的 有利于社会进步的结果 让更多人受益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想一下 所以我还是重复这句话 就是证据的威力来自于它的客观性 它越客观越直观 那么当事人 被这个证据所涉及到的当事人 就越有压力做出反应 而且你越客观越直观 它也就越有必要做出有说服力的反应 那以前的做法行不通了 它就必须考虑新的做法 那么这个权力体制就会有所变化 当然我这么说呢 也许还是会惹人不高兴 因为不符合它当前的目的嘛 也许它有它自己的苦衷 我们不了解 也许它以前想到过但是认为实际未到 也许有这样那样的顾虑 本身这个事情自始至终 我从来没打算责备谁 那我作为评论者 我想到一些事情形成一个观点 就和网友分享 我自己从来没有打算要卷入 任何具体的事情 也不想去结交某一个特殊圈子的人 也不想认识他们 我就是一个打嘴炮的 所以你说我打嘴炮 我完全承认 那就是事实 我的理想就是当一个加拿大农民 以后买一个大房子 自己住起来 平时跟人很少交往 每天就是读书看报 然后录一段视频打打嘴炮 和网友交流 退休以后呢 自己写两本书 我觉得我的一生这么过 我就非常满足了 所以我说话的对象 其实并不是事件中所涉及的当事人 而是普通的网友 我的愿望呢 是通过对热点事件的围观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也参与去讨论去分析 让公民理性能够更加成熟 经一世长一致 就是以后再出现这种突发的社会事件 那大家看待他的角度 谈论他的方式 反应的方式和以前比有点不一样了 那我觉得就有意义了 在我看来呢 这种变化 比当前这个事情的具体结果更重要 其实具体结果是啥呢 我还真的不是那么关心 如果说今天出一个事 大家很多人来都是驾秧子起哄 明天出个事 还是驾秧子起哄 哪怕这个事情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导致中国政治环境有变化 社会环境都变了 大家还是驾秧子起哄 那这个社会他就一直在一个层面上运行 他就没有办法进步 袁腾飞老师经常说一句话 就是说不管谁 坐在当政者的位置上 你不都还是在家炒土豆丝吗 如果哪一天 很多人说我已经不满足于 就炒土豆丝了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有意义 表示我们的社会有变化 有进步了 从明天开始 我这个视频停一个星期 16号回来以后 尽快恢复 那么谢谢大家 今天就聊到这